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 于扬播讲 一声声巨响 四门虎吨炮几乎就是同时射出 数以百计的黄豆大的千子离堂而出 一层千云 冗像冲在最前的几名辽记 最近处甚至不到十步 正是散弹威力最大的距离 脆弱的血肉之躯 在金属风暴中毫无抵抗之力 千子分割血肉 一朵朵血花绽放 留下了一个个血洞 战士和战马轰然倒地 巨大的冲力 让他们还继续向前滑行了一段 一直冲到了炮口前 浑身冒血的战马 在面前挣扎哀鸣 浑身冒血的辽记 也在前面翻滚 冲在最前的那名辽记 之前也最是模样嚣张 现在则满身满面的血 翻滚着将白石桥面 染得一片血红 千子虽多 威力却不甚大 被命中的 只要运气不是太差 一般战场上 都是只伤不死 直到战后 才会在千毒病中辗转反侧 最后一命呜呼 但是迎面挨了这一记 肯定是站不起来了 火墩炮一击攻城 最前面的七八计完全崩溃 稍后一点的一排骑手 每人都吃了几个铅蛋 疼得战马 人力而起 还算宽敞的石桥桥头 一下子就被堵上了 最前面的十几名骑手 本是精锐中的精锐 如果让他们冲入战阵 立刻就能喧宾夺主 今晚也只有狼狈而逃 可现在他们却成了障碍 紧随在后的辽记 不得不慢了下来 试图避开前面挡道的铜袍 只有几匹马的骑手马术高超 如风一般的穿过桥头 在岛下的人马面前高高跳起 越过了地面上的伤员和残疾 四只虎敦炮组的十六名成员 此刻再也来不及发炮了 按照事前的命令 他们早一刻就丢下了他们的武器 没有再试图发射 而是飞快的翻身跳进了河水中 但炮手临走的时候 不忘用铁签子扎上一下 还在鬼哭狼嚎的敌人 辽记勇往直前 跨下雄壮的战马 以千斤之力撞开了虎敦炮组 冲上了石桥中央 在他们的面前 是六排黑洞洞的枪口 秦婉冷冷地看着迪记 估算着距离 当战马落地 他用力吹响了口中的目的 半身用钢铁包裹 胯下的战马五尺多高 骑手的面容只能仰头上望 高高举起的长刀 更是让人心头震颤 数百斤的重物带起一阵恶风 迎面冲过来时 许多宋军战士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 但听到目的声后 却下意识地就扣动了扳机 一串枪声响起 火药的烟雾弥漫在石桥之上 这群被吓倒了的士兵 却完美地执行了秦婉的命令 一名辽国勇士 正挥舞着马刀冲向宋军阵列 闪闪发光的半身甲 来自大辽天子的赐域 在部族中 为他吸引了数位妙龄少女的青睐 今日这一套平时被他擦得正亮的胸甲 也为他吸引了一枚子弹的热情 远远超过虎吞炮中散弹千子的威力 击中了坚固的胸甲 柔软的铅弹在胸甲上变形碎裂 但其中所蕴含的力量 完整地传输到了甲轴上 胸甲随即歪曲变形 又将破坏性的力量输送到胸口 这一位勇士的胸骨顿时就如同重锤夯过 碎成了碎片 心脏也像被大手捏过 变形破裂 勇士倒飞落马 口喷鲜血 还在半空中就已经没了呼吸 他身下的坐骑也被树枚子弹击中 巨大的动能 直接将战马巨大的前冲惯性抵消大半 子弹命中处的血肉直接化为了肉迷 前面挨了散弹的战马还在惨思 而这一匹却已经倒闭当场 能够容纳四辆马车同行的桥面 也能容纳八匹玩马平静的并排行走 但换作是战斗时的狂奔 两三匹就已经嫌狭窄了 七八匹集中就已经显得要冒出自相冲撞的巨大风险 如果是上京道中不肯顺服的部组 十几技全副武装的巨装甲技 冲过对方的战阵就像热刀切过生牛油 毫无阻碍的就能一分为二 但遇到了武装更加完备的宋军军阵 却如撞到了铜墙铁壁 一个个头破血流 已经不可能冲上去了 十几匹已经将死的战马将桥面堵得严严实实 一个个大辽勇士只剩下挣扎的力气 冲锋的道路上 挡路的障碍全是包则的尸体 比宋人用路脚布满桥面还要让人丧气 宋人就堵在桥上 遭受迎头一击的气丹骑兵 又试探的攻击了一回 还没上桥头就被击溃了 最后不得不又丢下十几技 在城头炮火的欢送下狼狈而去 一口气损失了五十多人 对仅仅三百人的队伍来说 是一场极为惨痛的失败 高台上几位上京道出来的将领 脸色皆是死了爹娘一般的难看 他们拿着望远镜都看到了自家的精锐 怎么惨败在宋人手中 还是在他们都一直看不起的南方将领的眼前 耶律怀庆向肖金刚使了个眼色 肖金刚心领神会又向旁边的一名将领 递了个信号 就听那名将领在旁闲闲的冷笑道 哼 在上京道欺负惯惯了 祖布 奶蛮 梅里吉的蛮子 都忘了怎么跟宋人打仗了 来自上京道的那一帮人顿时黑了脸 换做另一个场合 不拔出刀分一个是非对错 那是绝对不会完事的 但拿着天子金剑的耶律怀庆就在旁边 谁也不敢动起手来 哼 阵列不战呢 耶律怀庆轻轻叹道 几个上京道将领都咬咬牙忍了下去 晚上必须得动用蚝桥上去 萧金刚小声的在耶律怀庆耳边说着 耶律怀庆点了点头 直接去冲正门石桥的确是太蠢了 两边是水 中间就是一道桥 送人堵住路 硬冲谁能过得去 这种情况另外找路才对 有多少蚝桥啊 耶律怀庆问 有三百句 萧金刚道 御营工匠的水平比不上宋人 却也比几十年前的大辽要强得多 只要有足够的材料 如蚝桥这般结构简单的工程器具 只用了他们几天的手脚 蚝桥就是下面钉着轮子的木板桥 最简单的工程器具之一 有了足够的蚝桥 只要推过去 在豪河上一搭 就是县城的浮桥 足够了 足够了 好 耶律怀庆笑着一瞥天门寨 眼神发寒 就让宋人 再得意半日 石桥的前段 横七竖八 躺着十好几具撩人的尸体 几乎都是满身血洞 更有同样多的伤员 奄奄一息 下一刻就可能会咽了气 三名宋军士兵 行走在尸骇和伤员间 大模大样的拿着斧头 将手机一枚枚斩下 不论目标死活 都是仰手一斧头 跺下一颗头颅 就甩手抛的身后 打着滚转着 堆在了一堆 一个个脑袋被麻利的砍下 功劳在不断的堆积 桥上的辽军 快要被清理干净 只剩下桥外 最后打下来的一批 突然 在尸堆中 一名辽兵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 他身上只有血迹 却看不到伤口 看起来是从马上掉下来后 被摔晕了 当他看见三名宋军的动作 满是悲愤的一声大叫 提起马刀 猛的冲了过来 正当面的士兵 并没有扬起手中的斧头 左手飞快的自腰间 掏出一把手枪 连让也不让 枪口转瞬间 就瞄准了对方的额头 砰的一声枪响 辽兵的天灵盖不翼而飞 手枪枪口鱼烟鸟鸟 那士兵却跳了起来 回头大骂 他娘的 谁在抢你外公的人头 木头 闭嘴 秦婉远远的一声怒吓 那士兵只能将枪 揣回腰间 重新砍起手机 嘴里嘟嘟囔囔 很是不满 秦婉回身 冲城墙上感谢着点了一下头 在秦婉的亲信叫起来之前 每一个注意到 枪声的军人都已经知道了 辽兵所中的那一枪 并不是从手枪上射出来的 而是他们这几日都听惯了的 献堂枪射击时的声响 只是与手枪同时响起而已 但那位献堂枪手 木然的脸上什么反应都没有 城头上的两位神射手 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默 大概也只有这样的性格 才能在一个地方 一动不动的埋伏一整天 秦婉心中 有点为他们感到忧虑 献堂枪是国之重器 整个定州路上都不多 天门寨这里 连个零件都没有 秦婉不知道 两位神射手手中 还剩下几个替换的零件 目前配发给士兵的 滑堂碎发枪 超过两百发 枪管就不行了 疏密院也是按照这个标准 来确定枪支的更替时间 线堂枪枪管中间还有堂线 理所当然比滑堂枪更不金用 几天来射了至少四五十发 估计都磨损了许多 射程和威力肯定都下降了 回头得要他们只盯着 辽狗的军官打 秦婉这样想着 耳边传来王叔的声音 独间 秦婉偏过头半开玩笑的道 这在有何指教啊 王叔一本正经的问 是不是结束了 秦婉眯起眼睛 瞅着远方 辽军骑兵已经撤回了出发地 战场上一时恢复了平静 就连炮声都停了下来 他摇摇头 说不准 还是多站一会儿 免得辽人以为我怕了 辽军攻击脱节是真的 但这脱节到底是水平问题 还是另有打算 那就不好猜测了 不过辽军白天会大规模 进攻的可能性并不大 天门寨中 有一个第一流的火炮指挥官 使得城中的火炮能单方面发话 任何规模稍大一点的进攻 都不得不冒着被火炮击溃的风险 这肯定是辽人所不愿意去做的 也要多谢辽人的小算盘 这万多名受难的百姓 总算都救出来了 多见 秦婉的亲兵叫着他 羊马墙那边有人过来了 秦婉回头看向羊马墙中 远远的过来了一队人 能看得见在墙头上露出脑袋的 就有百多个 走得近了就发现 是一群蓬头垢面的难民 男女老又都有 这些当时没几进其他三座瓮城的 看到他们亲兵自得的心思又淡去了 矿地里河水中百姓的失害放眼皆是 粗粗一数都有上千人了 保广安三军州 惨死在辽人刀下的百姓又何止万人 身为定州路都间 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自交的 暗叹医生秦婉吩咐道 好生检查 若无奸细就放进瓮城中 负责防守这一段的军官 远远的就拦住了他们 前面就是都间秦婉所在的地方 又是阵地 岂容闲杂人等干扰 就是要放他们进去 也要先确认不是辽君的细作 领头的就是申明 在杨马强中走了个来回 脸色越发衰败 手里还是紧紧地抱着 方才救上来的婴儿 婴儿裹在蜡烛包里 包裹皮上绣了两条金鱼细水 鱼儿绕着连夜摇头摆尾 活灵活现 仿佛是直接游到了包裹上 即使是外行人看了 也知道这手艺不简单 娃儿他娘呢 负责检查的军官 拨了一下蜡烛包问道 申明默然道 死了 都死了 看见一张心如死灰的脸 足以脑补出他的遭遇了 军官叹了一口气 可怜 对士兵说 看看有没有带着兵器 没有就让他过去 其他人有相熟的亲友邻里 能做宝的就先进 官员 咱们是一起的 旁边一个瘦小汉子 立刻就指着申明教导 军官转头看申明 申明点了点头 是一起的 方才还一起救人来着 立刻有好几个人一起作证 有男有女还以女人居多 都是没力气挤进瓮城里面的 听到城头上的话 又抱着希望到西门这里来 好男儿 军官赞倒 大力拍着瘦小汉子的肩膀 好了 你也进去吧 瘦小汉子跑到了申明的旁边 笑着谢过 他肚子上的包裹 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申明两人被一名士兵领着 贴着墙走 远离正在桥上的一众官兵 却还被几十只警惕的眼睛盯着 城门就在眼前 申明已经往里踏进了一小步 而瘦小汉子却转回身 跪下来向桥上的大旗 磕了一个头 申明得到提醒 也跪了下来 向着大旗磕了一个头 大旗下有两个人身上的甲咒 与普通士兵截然不同 其中一人腰围八尺 看肚子就知道是大将 他回头见到申明两个人磕头 就跟身边的同伴说了两句 叫了一名士兵 把先跪下来的瘦小汉子叫了过去 申明欣慰地看着他新认识的朋友 被带到两位将军面前 觉得要是这个朋友 能被天门寨的将军看中就好了 他是个好人做了好事 当有好报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下来请继续收听 再次 HERE 请继续收听 看来请继续收听